大幕昨天拉开 这都提前十天进入春运 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人口流动 任祖归宗 回归故里的浪潮 愈演愈烈 敬请关注13集大型系列纪录片 大千细之 大千时代 千百年来 人们迁徙的脚步从未停滞 从故土中原走向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每个人都在路上 或随时间去向未来 或随坦途去向远方 那么当下人们迁徙的动因又是什么 这些迁徙者们又怀揣着怎样的心灵渴望呢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005年 2005年河南省南阳市方承贤的袁书序 收到了一封特殊的信件 心中 写信人声称自己也是袁氏 和袁书序是同宗同源 当听说你也是 袁和地后以后 高兴地跳起来了 因为我们是同宗同源 信件的作者是广东省江门赫山市的袁荣志 这里的袁氏 居住赫山肖乡村已经有700多年 袁书序老家所在的南阳方城县草场坡村 是个千人村落 其中300多户人口为远行 这是安门的苏贤 远太亨的墓碑 流光风雨昕出现在 1月26号到21号 150个窗口前都排马远 发生了特殊 被誉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人口流动 发生在中国每年春节40天左右的时间里 据统计 这期间的人口流动达20多亿人次 然而这样的人口流动 区别与以往的任何一次迁徙 从古至今还从未出现过 像今天这样规模空前的流动现象 历史上 中华民族经历过的大迁徙 其记忆大多是痛苦的 这种痛苦一代代延续 直到一个崭新时代的来临 一种是建设性的移民 第二种就是日常的是从城市向农村的移民 第三个是六十年代开始 就建设大三线小三线 再一个就是知青 和历史上的大迁徙不同 新时期的迁徙更多是为了理想的追求 梦想的实现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沿海经济特区的胜利 让无数人看见了致富的希望 他们怀揣梦想 选择到南方 那个靠近大海的地方去下海 现在已经有上一的人 从农村迁到城市 从西部迁到东部 从这个迁发达地区 迁到发达地区 各位旅客 欢迎地道 北京西斩 成千旅行 为序保 您的旅行 然而 这种迁徙活动 随着迁徙脚步 迈入新世纪之后 发生了巨变 不过 这并非是以往那种 逢伤开路 做客他乡的迁徙活动 而是一次寻找精神归属的立场 三句话 大木昨天拉开 现在都体现十天进入春运 流高风 比出现在 一月二十六号 大二十一号 一百五十个窗口前 这是人类历史上 规模最大的人口流动 任祖归宗 回归故里的浪潮 愈演愈烈 敬请关注十三级 大型系列纪录片 大千喜之 大千时代 这样的人口流动 有个名字叫春运 这是中国近二十年出现的 最独特的一种文化现象 这个楼里都是我们这一家人 风亭过节的时候 我们大家都要回来 吃个团圆饭 每年春节的时候 很多人要回家 他们回家去完成一种 感情上的联系 我的根在那 我的父亲母亲在那 在春节 这个中国特有的节日里 漂泊在外的游子们 回家的愿望 就越发浓烈 这种无法遏制的渴望 犹如滔滔洪流 无论再苦再累 都想回家看看 真正的归属感来源 是在心理层面的 这种心理层面的归属感 才是最终我找到家的那种感受 这个很重要 推开厚重的历史大门 一代代先祖 为了躲避战乱 寻求幸福生活的迁徙之路 如往昔呈现 从西晋开始到两宋 从原末到清初 被迫离家 远走他乡的先祖们 迈开了迁徙的脚步 对于寄居者们来说 出于本能 寻找到一种归属感的愿望 已从未停止 人随着自己的发展 我们说跟发展焦虑 能够并列的 就是我从哪来 华夏儿女历经数次迁徙 至今仍有一部分人在路上 每一个人每天都在伴随着 我从哪里来 这样的一个内心深处的焦虑 这个焦虑必须要解决 1989年的春天 家住山东省蓬莱市 门楼村的周可玉家 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 他说我是从旅村口 所导玩周家外的事来的 我来找我们的猪根 老猪中寺你们这个事的 我说你有资料吗 他说没有 他拿这个本子来 我来凶根来了 来找周可玉的人 叫周春观 是辽宁大连人 这已经是他第三次来到山东 寻找自己祖先的根脉 和同姓族人 根据周春观 带来的分家书记载 康熙五十四年 周春观的祖先 周德纯 周德新兄弟 因为恶劣的生存条件 离开山东岛家 登上一艘小渔船 渡海北上 迁徙到了今天的 辽宁省大连市 旅顺口区 渡渤海 战风浪 冒生死 当年闯关东的周德纯兄弟 怎么也不会料到 这一走 再也没有回到故里 这个叫做周家崴子的村 就是当年闯关东的周德纯兄弟建立的 世事变迁 村里已经嫌有人知道 自己祖辈当年闯关东的故事 伴随着周氏后人 对祖先充满的崇敬与好奇 周春观寻根的念头 一天比一天强烈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 周春观踏上了一条 追溯闯关东的寻先之旅 然而 几年的寻找并非一帆风顺 但周春观并没有因遭遇挫折 而放弃念头 这样的相聚恍如隔世 似是前世的重逢 在经历了无数日夜的牵挂和失落后 曾经闯关东的周德传兄弟 环归故乡 透过鸟鸟的情验 家园的模样和祖先的面容 依稀尚在 在世界各古老的民族中 都无一例外地出现过对祖宗的崇拜 而在中国 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汉文化 更是对崇祖的传统推崇至极 立即是对崇拜 乃家思想 地互相成为中国的更赌文化 基础之上 因此华夏儿女 有很强烈的认祖归宗的意识 古老的中原 沧桑的历史 这条大河两岸生长出的文明果实 哪一颗被中原先民待在身上 藏在心中 化在血里 直至成为他们的灵魂与信仰呢 1772年 罗芳伯由广东迁徙到婆罗洲岛后 始终认为南洋是中国文明传播的区域 为了宣传汉文化 罗芳伯在当地兴办汉文学校 并且聘请儒氏之教 以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为重点 儒家文化里讲君臣父子 它实际上是强调了一种联系 这种联系不以时空为条件 有可能我在地球的另外一端 修建这座桥的是一个绅士特殊的客家人 熊德龙 1947年 熊德龙出生于印尼 兼有荷兰印尼血统 出生后 他被遗弃于孤儿院 后来被旅居印尼的广东煤线级华人 熊如淡黄凤娇收养 在中国传统文化学院 军陶中长大的熊德龙 没有辜负中国养父母的期望 事业有成后 虽然身居海外 但熊德龙充满了中国情怀 一直心系中国的发展 和熊德龙一样 对于迁徙海外的华人华侨来说 虽然最终他们把自己和家园 留在了新的土地上 但他们内心 总有一股挥之不去 欲说还休的情绪在涌动 总是千民们在异国他乡 不得不接受异地文化 不得不与当地人融合 但时间和距离 永远阻碍不了的 是血浓于水的乡情 和他们悠悠的乡愁 其实大多数人并不知道 他们的祖先究竟 是不是从这里 继续开始迁移的 他们寻找的是中华民族 共同的文化的梗 亘古不变的黄河之水 作为一个民族预言 在不断奔腾的迁徙之中 将文明带向世界的各个角落 并通过与其他文明的碰撞与融合 焕发出了新的生机 没有移民的话 也没有今天我们讲的中国文化 比如北方人到了南方 他们也得吸收南方的文化 所以这样一个复杂的过程 最终形成了我们今天 开放的包容的多元的中华文明 很起码 风筝不管飞得多高 总会有一根细线结实地牵着 没有移民就没有今天的中国的将军 也就没有今天的中华民族 人类的迁徙还在继续 因为它只有起点 没有终点 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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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尹 超重 人类花 一别孤立 黯然笑恨 唯别而已 春泰时深 秋风暂起 秋风暂起 黯然笑恨 唯别而已 祖先何处 光阴沉寂 黯然笑恨 唯别而已 成人无欠 生生不息 生生不息 快 下山 走 昨日古道遥遥 今日芳草 遥遥 芳草 人生代代 终有变 雪 就别复兴 终去 昨日古道遥遥 青苞榜 今日芳草 草荫 荺药 有人生代代 可 非 本回到 几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